已经过新的新市区新市立党王国平 他的太太和孝西 为了要厉害爸爸对社会关怀 就要关出一台登校服务专车 有着台立市区立兵感代表接受地震 第一次时他就说 台湾上好的风景就是人的爱到温暖 希望国家有爱心的民众都可以得到享用 已经过新的立党王国平 在当年立党这部是定着肉身好事 并且将自己立党四年事部保障汇用 提供给立兵作为中学金 他出在过新一澳 他的太太和孝心 为了要厉害爸爸对社会的长期付出和关怀 是台北一条王国平的民意 关出一台登校服务专车 想说怎么样延续爸爸这一份大爱 然后让他能够继续垂涨下去 在新岁本空有落中心的关键仪式 是要插到台立市区李某宴 其党落美会 社会教授留守会 辅助粗保华顶人到处接受 台立市区也办法感谢总和家室 感谢他们的爱心和生意 也表示台湾最好的风景就是人的爱和温暖 大家常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就是我们台湾虽然我们没有出外国 大山大水 但是来台湾观光 来台湾旅游 可以体会到台湾的人情味 台湾的人对弱势的关怀 我们台湾人的爱心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美丽的风景 另外有八十多岁 张兰兰如苏 亚主动关注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器AED 让立教中心在经济救后来使用 现在社会教也已经没得八台立教后部车 希望有更多立心灵素和企业 也能共同和立观景立教后部车的行列 既然小建委新企区彩虹博德 好